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时期 多位宗教领袖和学者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 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治愈各种危机给我们身体和心灵带来的创伤 需要包括各个宗教在内的人类社会共同努力 一致应对重大挑战 4月22日 以千江应月每每与共为主题的宗教领袖对话分论坛在博鳌举行 来自宗教界、学术界的嘉宾 通过线上线下展开对话 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主席 国际反暴力极端主义示范中心主席 阿里·拉西德·努艾米表示 宗教领袖对世界各地人民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同其他宗教领袖进行交流和对话是至关重要的 这能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福祉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认为 文明应该和谐 不同文明之间应该是互相吸引、学习的关系 而不是互相排斥 一个先进的文明、一个形态较高的文明 它对后发的文明或者形态较低的文明所採取的态度 是用你的那个道德的成熟性去吸引它 使它向你学习 而不是用武力或者强力去排斥它 甚至消灭它 韩宗和联合主席金喜忠主教表示 世界多种文化和文明在尊重各自不同的宗教立场上 相互包容 并且一种文化不试图支配另一种文化时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和文明才能共同成长 而且只有这么做 才能够维持世界上的和平共存的关系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说 多年来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通过对话交流交融 增强了穆斯林的爱国意识和国家意识 最后形成一种国家至上的爱国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穆斯林共团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唯业之中 包括近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国穆斯林坚决地遵守国家的各项的防控政策 并且纷纷地捐款达1.2亿余元 这些都说明了 这个穆斯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于国家 同呼吸共命运 政治的情怀